怎样使用一种紧急治疗措施来成就他人的生命 这段视频将告诉您应该如何使用一种紧急的抢救治疗措施来成就他人的生命 它叫做纳洛同 另一个名称是奈尔康 它用于对那些服用亚片类药物过量的人所用的解药 以下是一些亚片类药物的名称 海洛因、芬泰尼、奥斯康、强烤铜 过量的服用是指人服用了过多的亚片类药物 当某人服用过量 他们的皮肤可能会发冷汗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沉睡 即使您呼唤它的名字或试图咬醒它 但也很难醒来 他们的呼吸可能不正常 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呼吸 同时手指尖下的皮肤或嘴唇 可能会呈现出蓝色、紫色或灰色 这些都是服用亚片类药物过量的反应迹象 过量的服用亚片类药物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 如果您能立即使用奈尔康解药 它可以成就生命 患者重新开始呼吸 如果您发现它无法醒来 也无法正常呼吸 它可能正在经历过量的亚片药物在身体里的变化 您应该立即拨打911 接电话的人会要求您提供地址 请告诉他们 可能的话 请用音韵表达您呼叫的原因 您可以说 我的朋友没有呼吸 醒不过来 如果需要翻译 请要求提供一个 告诉他们您讲的语言 如果您无法通过大声呼唤他们的名字 或摩擦他们的胸部来唤醒他们 您需要马上给他们服用奈尔康解药 首先取出奈尔康的包装 把患者的头部向上扬起 确保呼吸道的通畅 利用容器的推动器 将奈尔康对准患者的鼻部 将喷头的尖端插入其中的一个鼻孔 直到您的手指触摸到它的鼻子 然后将您的大拇指放在推动器上 用力按推动器 将所有的药物喷入患者鼻腔内 等待两到三分钟 患者会做出反应 并重新开始呼吸 如何使用下面的这种紧急措施 来拯救患者的性命 如果患者没有正常的呼吸了 您可以使用人工呼吸法和胸部按压动作 人工呼吸是指 将您的口对着患者的口 向患者的口中吸入两次小口气 将患者的头部扬起 轻轻抬起下巴 确保呼吸道通畅 进行两次人工呼吸 观察患者的胸部是否有向上浮动 然后进行三十次胸部按压 具体方法是将一只手的掌心放在患者胸部中间位置 然后将另一只手掌心放在另一只手的上方 使用重叠 用力快速地按压 对于一岁以上的人 按压深度为两英寸 每次按压后 允许胸部完全恢复到正常位置 在进行每两次人工呼吸后 一分钟内请进行三十次的胸部按压动作 最佳的是在一分钟内进行一百到一百二十次按压 有些人会大声数数 这样可以知道自己完成了多少次的按压 如果患者仍然没有呼吸 使用另一个奈尔康溶剂 交替使用鼻孔 同时不断切换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动作 直到患者恢复知觉或救护车到达之前 如果一个患者在过量服用哑片后醒来了 他可能会感到很困倦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时奈尔康的解药效果也只会持续约三十分钟 这将意味着这位患者可能仍然存在 再次回到过量服用后的状态 如果患者再次失去知觉 请给他们更多的奈尔康解药 并继续进行胸部按压和人工呼吸抢救 如果您或与您所认识的人 正在与服用哑片类药物做艰苦挣扎时 您可以领取到奈尔康解药并随身携带它 或者备用在家中 奈尔康解药在佛蒙特州的一些店或分发点 都可以领取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